最近这几年真的就是在换地方嘛 从多伦多到巴弗洛到独立联盟 球界里面的经历啊 说我手已经撕裂伤 应该不会再回来 可是我就想要证明 我可以再站上去打联盟 球员大部分都是 但是球季开始就不在家了 失去了很多跟他们相处的时间 我希望你他去打 可是我也希望他不要错过家庭这么多 农药那都以前了 已经失去了你要怎么去把它再找回来 这是最重要的 我的重点是在 要如何让手背规复得比较快 迷你球 好 我认识很多人 他可能会离开 他很紧张 但一个厉害的竞争 我认识很难的 我认识很难以为 他以后的生命会是什么 如果他没有得到 我也不想要走多远 可是我就会尽量 去努力把它完成 听到我会觉得累了 我在停 你不要 我发现很难的 我现在会尽量 在给大家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